大家好,欢迎来到美食彩味 拉链坏了,不要再去裁缝店了 原来,衣服拉链里面隐藏了一个小机关 轻轻一拉就能更换拉链头 方法真是太实用了 现在有很多人都喜欢穿有拉链的衣服 穿起来比较方便快捷,而且好看 但是衣服上的拉链经常会坏掉 很多不懂的人就直接去裁缝店 花钱把拉链给换掉了 再就是很多人因为拉链坏掉 直接把衣服给扔掉了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的拉链头坏了 很多人这个拉链头它就不会换 如果是这个拉链头坏了 造成我们衣服不薄暖,不能穿了 我们还要专门花上时间去找专业的人去维修 修一次十块钱左右,多的能到二十块钱 这个拉链头坏掉,经常会出现我们拉上去以后 拉链会自己炸开,是非常烦人的一件事情 那么今天教大家几招 如果是拉链头轻微损坏 我们可以不用花钱更换 自己在家就能做 首先第一步 其实方法很简单的 我们需要在衣服拉链的最顶部这里找到一个隐藏的小机关 我们首先将衣服拉链头拉到顶部的这个位置 也就是靠近脖子的这头 这个小机关就是拉链上的这个鞋槽 大家看到了吗? 就是最顶头的这里 这其实呢就是厂家早就设计好 用来更换拉链头用的 只是要顺着这个凹槽 将拉链头 学着向外拉 就可以让拉链头顺着这个斜槽出来了 是不是很轻松的就学校拉链头了呢? 根本不需要用钳子夹锻取出来 按回去呢也是一样的 顺着这个凹槽返回去就行 这就是我们去裁缝店更换拉链头时 看着老板一个狭小的动作就修复好了 但张口就要十价二十块 很多人就是没注意到这个口 经常去换拉链时 被人家受了一个智商税 心里觉得憋屈 但没办法 学家自己不会又舍不得这件衣服呢 今天学会了这招 以后呢再也不用担心被坑了 也有的网友反映 自己的衣服没有这种斜槽的拉链 该怎么办呢? 不挤 同样的我们也可以把拉链头呢 拉到最顶端 大家会看到前边呢是一个固定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拉链头呢 往旁边一掰 然后呢从第一个卡朝这里 把拉链头掰成横向 把我们的拉链这样捋直 然后我们再去拉是非常轻松的 大家会看到我们就拉下拉链头来了 然后我们更换时呢 也是用同样的方法 把上边这个最大的往旁边一摁 让我们拉链垂直 这样我们去安拉也是非常的简单 这样我们的拉链呢就更换完了 下面呢再跟大家说说 该更换什么样的拉链头才符合原装的 将坏了的拉链头取下来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拉链头背面的型号是多少 一般拉链头的背面呢都会有一个数字型号的 只是要找来一个相同型号的拉链头呢就可以了 看看我的这个型号5 那么我们就再找一个一样的型号5的就行 比如说把家里非旧的衣服上的拉链头呢 可以取下来更换 用同样的方法这样拉链头 从这个斜巢装进去 这样呢就可以换好拉链头了 根本不需要花钱请人换 省钱又使用的小妙招 几秒钟呢就能够更换好 是不是很实用呢 如果家里没有同等型号的 那么我们可以从网上网购一个都可以 几块钱可以买好多个了 是非常方便的 这样就不会耽误我们穿衣服了 学会这个快速更换拉链的小校门 自己在家就能够快速更换拉链了 方法太实用了 您学会了吗 如果您的衣服拉链这样拉起来是非常费劲的 非常非常的紧 我们可以准备一个肥皂 在拉链上面来回的打磨几下 可以增加我们拉链的润滑作用 这样我们拉链拉起来那就更滑了 我们的拉链呢更不会那么容易坏掉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内容呢就分享完了 如果您看了觉得对您有帮助的话 记得点赞转发分享哦 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多的朋友 点击我的视频头像 还可以观看更多的精彩内容 每天呢都会更新不同的有趣的视频 记得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支持 我是尔耀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大家好 大家好 分享给我们此订阅 该随忽反해 另一面 又真的 搭上来 随忽反特网 assez抱歉 对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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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